大家好,昨天美国知名的返华议员卢比奥接受美国知名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网络访谈,访谈30多分钟。 在这次访谈当中,卢比奥并没有像以前一样用夸张的表情讲一些非常夸张的话去挑动民粹。 相反,在这次访谈当中,他非常的冷静,和我们之前所认识的卢比奥完全不一样。 而且,对吧,那么他在这种冷静状态当中呢,说出的话也更接近于真实的想法。 我简单给大家读一下啊,在36分钟的访谈当中,谈了对各个地区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主要是对华的外交政策。 他开篇讲了很多次啊,美国要找到对外施压和国家利益的平衡点,要认清自己的局限性,在能力范围内推行外交。 那么在对华问题上呢,他先表明自己不是外界所说的反华派,并不是反对中国,而且自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粉丝。 他相信中国毫无疑问的会成为富国强国,个人希望美国能与中国建立一个基于平衡的长期关系。 川普呢,第一期看上去对华的动作很多,是因为美国内部正在转变对华的认知,短时间内用行动去纠正过去25年的对华政策。 我简单解释一下啊,就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美国整体的纠正对华政策。 但是这个时间是太短了的,所以看得非常的混乱,看起来是非常的混乱啊。 但是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希望能够开始寻找对华政策的平衡点,建立两国之间长期可持续的美中关系,为两国带来和平与繁荣。 对华的认知呢,就是竞争对手,而不是战场的敌人。 两国都想避免武力冲突,理解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如果中国认为有必要,在某一时间点一定会武统,美国帮不了台湾赢,那是不可能的,只能帮助台湾提高武统的代价。 这个提高武统的代价是什么呢?台湾要加大力度武装自己,如何加大力度武装自己啊?多军购嘛,多买美国的金货,但是啊,美国是不会帮助台湾的啊。 卢比奥大概说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但是美国的对台政策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能什么都不帮,也不能过度刺激,挑剑中国,否则就是招大,希望在十年内能维持现状。 最后被问到,作为政治家他最担心的事情,卢比奥说呢,短期来讲,美国最担心的是疫情,中期来讲,是在亚太某个错误的地方和中国发起武力冲突, 长期来讲,是担心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重组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说他非常不喜欢普京,但是也要利用西伯利亚的领土问题来拉拢俄罗斯, 共同对付中国,等等。 最后普京这个部分,不相细的说了, 这个美国,包括民主党,经常批判川普通俄和普京的关系比较好,等等。 对吧,由此要引发了很多的小道消息, 譬如某个录像,有妓女,有什么的,这个录像在普京的手中,等等。 有没有这个录像,不是很清楚,但是,通过卢比奥这个话,其实以前也说过, 就是要拉拢俄罗斯嘛,来对付中国,分化中国,等等。 这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考量。 卢比奥呢,这个平时啊,天天风言风语,胡舍八道的这个人, 那么同时也说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 就是美国是不想和中国打仗的, 所以他认为啊,美国未来最担心的事情, 中期来讲就是在亚太的美国错误的地方和中国发生无力冲突。 那这个错误的地方是台湾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他前面说了嘛, 美国呢,应该避免刺激中国, 对吧,对台湾的政策啊, 不能什么不帮,也不能过度刺激挑衅中国, 否则就是找打, 真正大陆要武统的话, 美国帮不上什么, 美国唯一能帮忙的就是台湾多买军货, 提高自己的反击能力, 别的呢,就不要指望了, 而且通过他的这些话也能够看得出来啊, 他是不想刺激中国和中国打仗的, 但是川普16年贸易战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归根结底, 都是他所说的这个长期的利益, 就是担心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重组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啊, 这一系列的事情啊, 也不是什么民主之争, 也不是什么制度之争, 本指就是国家利益之争, 哪怕中国呀, 实行和美国一模一样的制度, 双方这个贸易战也好啊, 或者其他的冲突也好啊, 包括华为的断控也好等等, 都会继续的, 因为双方争夺的就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或者说呀, 是提高本国民众的福祉和生活水平, 这中归就回到奥巴马之前说的嘛, 这个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呀, 如果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了, 那地球受不了, 还是美国零和博弈的思维嘛, 怎么不相信世界上有共赢的事情, 共赢在他们眼里是中国赢两次, 赢twice, 非常的怎么说呢啊, 这个世界上也有零和博弈, 也有蛋糕做大, 当然, 在某一定的时期,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时期, 蛋糕很容易做大,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啊, 现在我们的科技也处于一个停滞期, 在科技的停滞期当中, 做个做大蛋糕就不是那么容易啊, 虽然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科技是个转型什么5G啊, 人工智能啊, 大数据啊, 物联网啊等等, 都知道这个新的科技啊, 正在日新月异, 但是处在这个转折点上, 新的科技并没有来的, 新的科技还依旧在布局当中, 那未来新的科技会给这个权类带来多大的蛋糕呢, 谁也不清楚, 未来是不确定性的, 再一个在未来新科技的领导权当中, 中国似乎权重越来越大, 在过去的几轮科技革命当中, 当然抛掉第一轮, 第一轮是英国主导的, 那么后面的科技革命呢, 都是美国主导的, 包括互联网革命啊, 包括第二次科技革命等等, 他领导的世界, 领导的世界背后, 他会制定标准, 又有很多的专利, 会从全世界收受很多的专利费啊, 标准的费用啊, 等等, 会有巨大的收益的, 那当第三轮自己不领导的时候, 就会有着很大的一种压迫感和紧迫感, 所以规定阶级啊,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当年二战结束的时候, 甚至说, 在二战当时, 德国轰炸英国的时候, 对吧, 美国也没有急于帮忙, 要的就是英国尽快的, 把你的黄金储备运到美国来, 提高军火的价格, 对吧, 那么战后啊, 通过苏伊赫, 苏伊士运河事件, 和这个苏联联手, 基本上就肢解了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啊, 这个大英帝国和美国可不是同不同一套制度的问题啊, 而是那亲爹的问题, 当年大英帝国那就是美国的亲爹嘛, 所以对待自己的亲爹也是如此的啊, 包括当年美国为什么要独立啊, 对吧, 所以这背后啊, 都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嗯, 归根结底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意识形态呢, 只是一个借口啊, 只是要通过分化内部啊, 扰乱内部等等的这么一个借口啊, 但归根结底呢, 依旧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以前也说过啊, 中国14亿人, 对吧, 大部分呢, 还是要活在中国的, 移民也出不去的, 不管是美国欧洲接受移民, 又能接受多少呢, 一亿都接受不了, 对吧, 如果真能接受啊, 接受个四五亿, 大家都去美国也挺好, 但是也去不了, 所以终究还是要活在中国的, 既然活在中国呢, 利益终究还是在这个地方的啊, 再加上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吧, 中国真正发展起来, 没有多少年, 对吧, 没有多少年啊, 也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 就像以前老说的, 赢了吃肉, 输了喝汤了, 当然输了可能汤都喝不上了, 对吧, 在这个历史重要的转折期, 如何能实现国家利益, 包括每一个人的利益的共同上升呢, 那和美国之间的, 这一轮的竞争, 就是必然的啊, 当然这一轮的竞争呢, 我觉得卢比奥说的还是比较明确的, 短期就是疫情, 短期就是疫情啊, 长期呢, 就是世界秩序的重组, 而世界秩序的重组啊, 其实是离不开国际组织的, 什么联合国呀, WHO等等, 是离不开这些国际组织的呀, 毕竟, 孤目不成临, 在这个世界上啊, 接近200个国家, 美国虽然是最大的那一个, 但是你也离不开整个世界的共同的, 共同的利益吧, 或者是大家的共同成长等等, 毕竟当年英国是, 如何丧失霸权的, 美国是最清楚的, 因为他是一手把英国的霸权拉下来的, 这一点啊, 美国是非常清楚的, 而美国把英国的霸权拉下来呢, 也是离不开他要团结全世界的, 尤其是当时团结整个殖民地, 因为英国真正从霸权拉下来, 就是因为殖民地分门独立了, 而美国呢, 又用他的美元吧, 包括大棒等等, 打开了这些殖民地的市场, 英国失去了殖民地, 是他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时期啊, 也是一个最巨大的伤口, 那么这些殖民地, 当时从英国独立出来, 其实是一种进步, 毕竟他独立了, 他不再是殖民地了嘛, 那后来呢, 面对着美国的这几个霸权, 那也是一种现实中的无奈, 因为毕竟比较落后, 但是也客观的讲, 美国的这个霸权吧, 或者是很多的东西啊, 对很多的殖民地国家, 也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这个进步呢, 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这个进步的红利啊, 早就吃光了, 他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进步了, 就世界是不停的运动的, 不停的发展的等等啊,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呀, 有能力, 对吧, 让全世界接近200个国家, 都按照你的想法讲, 所以终究是要世界合作的啊, 那好了, 这个视频呢, 大体就录完了, 总之吧, 就是说一下, 卢比奥说的这些东西啊, 还是比较接近美国的精英人士, 尤其是共和党的精英人士的, 真实的想法的, 这一段访谈呢, 看的也是非常冷静的, 尤其是关于中国和台湾的, 问题, 看的是非常冷静的, 同时也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 美国短期来看, 就是眼下来看,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疫情的问题, 也是最值得担心的问题, 毕竟已经破700万了,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最后吧, 说一下这个台湾呢, 很多呀, 把这个卢比奥视成老好朋友了, 反华议员, 台湾人民最好的朋友, 但是, 卢比奥可能更多的是骗你买武器, 骗你给他提供游说资金, 但是你让他真正冷静来谈一下的话, 对吧, 他也明确的说了, 台湾只能靠自己, 武装自己多买军货, 如果大陆真的无痛的话, 他也未必能够帮得上什么, 他要设计煮是比较有时事。